今天呢我要来开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游戏 阿纳克 Lost Room of Anak 这个游戏呢是之前经常和沙丘帝国最标的 DVG加工人放置的这么一个桌游 很荣幸啊我在我的朋友安迪娜蹭到了这个游戏 然后玩完之后我觉得这是 在我看来会比沙丘帝国更好玩 那么今天我就补票上车 赶紧把这个买了 然后来开开看 这是它里面这些配件 待会我们拉近看 卡牌 计分本 四张小抄纸 收纳带若干 说明书 贴纸 这个应该是要把那个木件给贴上这个贴纸 然后这个是摁板 切得非常好啊 已经是全部掉下来了 四个玩家的版图在这里了 更多的摁板 给它摁掉 是这个工人放置的坑位 通过探索每一局可以开出不同的工人放置的坑位 这个应该是手玩家标题 这个是二级的坑位 把它分分类 一级的工放位 这是二级的工放位 这是一些token 乘三的token 以及这个一级的这个神像 还有这个是随从 手玩家 换分的石板 一级这样 诶 这个是什么 这难道是机器人吗 以及这个全罩 标记的这个游戏的回合 这个是guardian 就是这个野怪 就是守护神 开这个工放位的时候呢 会碰到这个野怪 然后这个是卡条奖励 以及这个游戏的一个资源 这个金币 以及游戏里另外一种资源 这个罗盘 好 最后就剩下游戏的这个主板图 我们待会来看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卡牌 因为它是一个DBG加工人放置 所以卡牌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我是觉得它比沙丘做了好的地方 就真真正正的做到了DBG加工人放置 而不是一个外挂了一点点的DBG 然后的话它这边分两种牌 一种是这种拿金钱买的这种手牌吧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要拿这个罗盘买这个叫神器牌 区别在于说 这个买回来要等到抽到才能用 这个是你买的那一瞬间 就让你白用一次 然后放到你的器牌堆 等你抽到的时候才可以再继续用 并且每次发动你要用一块石板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初始手牌 红绿蓝黄四个颜色 而且它初始的手牌非常少 只有六张还是几张的 然后这是这个Fear 是一种惩罚牌吧 到最后的话你会扣一分 如果这个牌还在你的牌库里面 并且你摸到它的话会比较卡手 上来的时候你牌对门有两个 并且之后你如果被怪打了 也会往你的牌对门加 就这么几种牌 金钱买的牌 我觉得它美术还可以 说起来也好像是没有重复的牌 然后看这个神器牌 刚刚说的这种初始手牌 两个罗盘两个金币没了 我们带来看看它另外一些资源 分别是这个石板 还有这个箭头 以及这个宝石 它这个宝石没有用那种 非常普通的那种宝石 就是我们说那暗杀神 泛用的宝石不一样 它是有个专门的自己这种形状 感觉做得非常好 包括这个蓝色这个箭头 材质感觉也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亮点 那么看它这个 每个人的这个米宝 这个木件 这个木件呢 反正每个人就是有两个工人放置的工人 一个放大镜跟一个一本书 那么这个就是要给它贴上 好 那么这样这四个放大镜跟四本书 我就贴完了 那么这就是它的木件 非常简单 那么这边是它的四张小抄纸 基本上你所有的动作都在这边写着了 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记 也都写得非常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抄纸还可以 除了拍板有点急以外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说明书吧 还是要看 虽然我已经蹭到了规则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说明书写得如何 感觉还可以 我觉得它的规则并没有很复杂吧 对 这边是solo的 还有这个蛇庙 据说蛇庙比较难一点 这就是它的这个说明书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版图 这个就是这个版图的下方 你看到这个版图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拼接起来 然后这个资源可以放在这个对应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拿 然后这是可以抽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它放的那个三个跟班的位置 然后你一开始的这个下面 然后你就是通过这个往上爬 慢慢地爬到顶 就会有不同的分数 在路上也会解锁不同的技能 然后爬到顶之后还可以再用资源去换分 就刚刚说的那个石板 然后这边是工人放置的坑位 然后这边是买dbg的那个卡牌的商店 它还有这个背面 这个背面感觉像是 它可能是背面就是没有这个边 就好看一点 然后反面好像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神庙 是这个蛇神的神庙 我当时玩的不是这一面 这面据说还挺难的 可以期待一下 玩这一面是怎么样的感受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一个玩家自己的版图看一看 其实也很简单 排库在这儿 7排也可能就是在外面嘛 然后这是两个跟班的位置 这是四个神庙 你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触发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奖励 但是触发这就没有上面这个分数了 就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玩家版图 至于背面嘛 不是很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solo的一个版图 不是很清楚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阿纳克我们就开完了 我跟Luna已经玩了 等托马斯玩一玩 我们就可以在咱里面去聊 我们咱里面见 拜拜